现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汽车发展方向的确是非常火的 有些人能够从中获得不少的商机以及信息 而有些人并没有了解多少 吉利这个汽车品牌作为国产汽车的老大哥之一 他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领域自然会研发一系列产品 他的一款博瑞机翼自从这款车上市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热度不解 那这款车为什么这么说欢迎呢 往下看有点通通告诉你 首先在动力数据上虽然是一款三缸发动机 但发动机的动力数据比许多四缸发动机更加好 更加具有代表性 再加上还有电动机的帮助 启动力是足够的 所以在动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到100公里的速度是7.2秒 博瑞三缸机器比许多其他品牌的四缸机器要小 这种说法并不是绝对的 在这里不要担心三缸发动机容易折断 就目前的制造工艺而言 三缸和四缸的质量非常好 其次驾驶体验 虽然电池占用了一定的空间 但整体来看是足够的 在电机的帮助下 加速阶段也非常线性 比上一代更加敏捷和精确 操纵起来能够体验到电动车的轻便感 座椅舒适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仅使用了双插鼓的前插 而且还为前旋装置增加了防心感 最后内部方面 在早期我就把博瑞技艺内部方面 与奔驰一级车型进行了一个比较 许多人认为吉利和奔驰有相比性吗 虽然在内饰的布局上 吉利可能没有奔驰那样高档 但在某些方面是超过奔驰一级的 比如车内甲醇释放 博瑞就要优于奔驰一级 如果与同价位的车型相比 包括合资车 到目前为止 博瑞技艺的内饰材料是最好的 博瑞技艺的内饰材料是最好的 博瑞技艺的内饰材料 博瑞技艺的内饰材料